今天介紹外星生命 班長也有介紹過一些有關外星生命的部分 我今天把這部分跟班長有差異的部分 也快速的點一下 首先第一個 月球是距離有最近的星球 所以當最早最早 最早最早我們地球上的人 還沒有太空梭可以飛到 或者太空船可以飛到月球 第一個大家會想的是 有沒有在月球上的外星人 所以當時大家第一個會去想像的情況 就是月亮 也很奇怪 有好幾件事情會覺得很奇怪 他會覺得說這個月亮會不會是外星人的太空船 為什麼呢 第一個原因 因為他每天都是用同一面 每天每年都是用同一面面對地球 所以當時很多人就在懷疑說 月球後面是不是有一個出入口 那外星人要監控我們 就從後面飛出來 然後飛到地球上 然後回去的時候 就回到太空 那個回到月球 所以他的出入口 我們看不到 OK 結果後來到了1959年 到了1959年 終於有俄羅斯 俄國人的太空船 月球3號 叫做LUNA LUNA 3 有人翻月神3號 或月球3號 飛到他背後拍下了第一個 月球背面照 發覺他不是 他不是有開口的 不是有開口的 但是呢 後來到最後 阿姆斯壯登陸月球之後 美國人也會很好奇 除了他後面 已經確定不是有出入口 但是大家也很懷疑說 月球會不會是空星 空星的 所以後來也有在 1969年的那個 那個 就是 那個 阿姆斯壯 他們是搭乘了 那個阿波羅11號 登陸月球之後 他在上面 有安置 月正 月正 測量月正 從那個正波去瞭解說 他是不是實行的 還是空星 OK 好 到目前為止 還是覺得他裡面是實行的 這是第一個現象 覺得 為什麼都是同一面面對地球 所以 地球人很懷疑 會不會是外星 有外星生命 然後呢 第二個情況就是 日時 居然有日全時 也有日環時 日全時 就是月亮夠大 可以把太陽遮住 日環時 就是月亮夠大 遮不住整個太陽 太陽反而露出最外面的那一圈 所以呢 為什麼這個月球可以算得這麼剛好 不近不遠 讓我們又可以看到日全時 又可以看到日環時 這個幾乎是算得非常完美的 所以很奇怪 是不是太那個壞星人 他故意放一個位子 就在那邊 讓我們 有這樣的情況 好 這也是第二個現象 所以當時很多人 都在懷疑 那 我跟各位講 所以那時候在 我剛才說 1969年的時候 阿姆斯壯在登月 要踏上月球 當時的那個總統叫杜 當時總統叫杜 他那時候 有要求就是說 太空人 如果要 要飛向太空 第一個呢 要去簽 有點類似生死壯 也就是說 你可能去了之後 也許會不來 好 那你有沒有什麼後事要交代 先交代好 要簽那個遺書 要簽設時裝那些 然後呢 他才有一個 跟記者 所有的記者 轉播 或者是轉播的電視台 有下令 因為他整個的登月過程 全程式錄影 如果說在轉播 就全程式錄影轉播的人 所以 地球上每一個人都 都在註視這個轉播 今天在轉播的過程當中 如果發現什麼意外 要趕快把它中斷給中斷掉 要把它轉播給中斷掉 為什麼呢 你想像一個狀況 如果 太空船登陸的時候 然後人開始這樣 登登登登 他不是有那個 從那個梯上慢慢下來的嗎 如果你想想看 一個太空船在慢慢下來的過程當中 突然冒出了一個外星人 然後把這個人給抓走了 全世界你知道一定會怎樣 一定會瘋掉 對啊 會驚慌說 為什麼 然後全世界可能會大亂 會瘋掉 甚至會開始 大戰就發起來了 所以當時我們總統 就 就 就有 強調 這些轉播人員 如果你真的看到那種 不該看到的畫面 要趕快切斷 所以 大家都還是 最早 大家都還是懷疑 這個月前我們的生命 可是呢 陸續登陸了 總共有 美國人 有陸續在人 登陸了 六次 都沒有看見 有外星生命 OK 所以 當然 漸漸的大家就會把 把 那個 可能有外星生命的猜測 就移到了 我心上 好 那 接下來我們講的就是 也有一點點是 那個 當時那個 陳文萍教授 有提到的一點點東西 但是呢 這中間也有一個故事 我們就直接來跟各位講一下 首先在1877年 好 這個 夏帕雷利 其實我也忘記那個 陳文萍教授 他那時候翻譯的叫什麼名字 好 但是我看的書上 他是翻譯成 在這邊 夏帕雷利 好 我 我 翻譯一下 夏帕雷利 義大利的天文學家 夏帕雷利 他長時間在觀測火星 甚至他觀測火星之後呢 他把這個火星地圖 一一畫出來了 而且 當時他的義大利文 把那個火星上 他看到火星上 上面有一條一條的這種紋路 他把這個紋路 他把這個紋路 寫成是 核 那個義大利文是 Cannery 義大利文叫Cannery 他的意思叫做 核道 結果呢 這本書出版了之後呢 傳到了美國 天文學家 一個叫 其實這是真正的 英文 這個 發音應該叫做 Lower 因為這個 W是不發音的 所以叫Lower 但是我們以前 早期 我們都把這個 都叫做 羅威爾 所以就直接這樣發音 其實事實上這個很重要 你聽 有些人去聽那個美國人 仔細聽 他這個 W是不發音的 所以叫Lower 這個 業餘天文學家 這個 羅威爾 他 其實 很有名氣 然後又最幸運 也是一樣 對天文的東西很有興趣 然後呢 他後來 拿到了這個 夏派雷所出的 這個 有關於火星的這個記錄之後 他把它翻譯成 英文 結果一翻的時候 把這個Cannery 翻譯成 叫做 Channel Channel 在我們翻成中文翻譯的話 它叫做 它把它翻成叫 運河 就是說 Channel這個 在英文的字眼 是運河 那各位看一下 河島跟運河有什麼差別 對 很好 運河 當然我們不能說一定是魚人 反正就有一個智慧生命去開造的東西 才叫運河 河島是自然的 流出來的 所以他這個發表之後 後來大家都紛紛覺得說 這個火星上應該可能有那個外星生命 而且呢 大家就開始 甚至很多人就開始推理 火星的外星生命應該長什麼樣子 那因為火星距離太陽 比較遠 比地球還遠 所以如果一個人 今天光要吃那些植物 醒光合作用出來的那種植物的能量 可能會不夠 因為 光太少 不夠的話怎麼樣呢 乾脆自己 可能也 自己 那個生物的身上都有葉綠素 所以呢 當時大家就在猜 今天那個火星上的人 應該是 全身是綠的 那種 然後個子又要小小的 因為他不能浪費太多的能量 所以個子小小的 所以我們常常就叫小綠 以為自己要 全身要綠綠的 讓你能夠醒光合作用 了解嗎 所以當時 很多的天文學家 都 天文學家或者是其他的人 都在猜測說 喔 火星上是有生物的 而且 長得就像小綠人一樣 結果呢 後來到了 1838年 18 19 19 1938年 1938年的 10月30 10月30號 什麼日子 什麼日子 10月30號 什麼日子 萬聖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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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夕 萬聖節前夕 1938年 1938年 10月30號 那天 有一件事情 有一件事情 我們待會再講 每天晚上 在紐約市 每天晚上 那就是那一年的前後 紐約市 有一個叫做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呢 他平常晚上 大概是晚上10點左右 會播放廣播劇 大家會聽廣播嗎 然後廣播劇 然後廣播劇 他通常是 演了一段廣播劇之後呢 就會放一點輕鬆的音樂 他會整個小時都在播廣播劇 他會播一半 就放個音樂環 一下子 再播一半 放個音樂環 結果 1938年 10月30號 有些人呢 回到家 回到紐約的時候 很習慣 回到紐約的家中 很習慣 就去扭開這個收音機 但是他有可能 他不是從中間聽的 有可能是從 因為回去已經沒有趕上時間 後面的時間 轉開來一聽 嚇壞 因為一扭開收音機 一聽就說 以下 插規則新聞消息 稍早的時候 在紐約的隔壁 有一個叫紐澤西州 發生了一個 不明飛行物體 降落在紐澤西州當中 好 我們現在來連線 當地的記者 然後 這時候連線 就真的在廣播聽中 都已經要當地的消息 我現在是目前在駐地 住紐澤西州的當地記者 然後呢 現在目前那個什麼 這個不明飛行物體降落這個地方 我們這個周圍 聚集了一大堆人 在圍觀 甚至有警察在維持秩序 不過現在目前 這個不明飛行物體 沒有任何的 沒有任何的遺狀 那如果 如果還有進一步的狀況的話 我們再跟宏內聯繫 我們先來跟火星專家來聯繫 所以他就跟火星專家聯繫 然後火星專家就說 稍早 我觀測這個火星的時候 我發覺 我發覺 傍晚的時候 它上面 蹦出來的亮點 那現在 傍晚的時候 蹦出來的亮點 到地球上 只要超過四分多鐘 也就是光速 只要能夠超過四分多鐘 那基本上 這個就有可能是 從火星來的不明飛行 這時候 主持人就覺得說 有這個火星專家的認證 這個 那個廣播的人 收聽廣播的人 就越來越相信 然後我就說 目前 現在那個外地的連線記者 又連線記者 我們看一下有什麼狀況 這時候連線記者就說 現在都要危急了 現在這個 那個什麼 這個不明飛行物體 現在已經開始有動作了 上面的蓋子開始打開了 它搞出來是什麼東西啊 它有冒煙 開始冒煙 然後甚至 這是它的手嗎 其實它的頭髮黑了 好噁心啊 這樣 然後啊 後來它有講到說 它那個什麼 那個裡面開始冒煙 它從它的感覺 像是嘴裡 吐出了很多的煙 然後呢 這個吐出的煙 那周圍的人 聞到了 之後紛紛倒下來了 不知倒地了 然後甚至還發出那個什麼 露營的光線 然後今天 那個少到那些光線的人 都死掉了 我也要趕快逃避了 這樣這樣這樣 突然 那個記者聲音不見 那當然 在棚內也只聽到這個聲音 它怎麼突然這個聲音不見了 當然會呼喚它 然後都沒有回應 就想說 糟糕發生什麼事情了 然後過一會 就說 我們剛剛又說到一則訊息 那個美國已經派了大軍 前往這個紐澤西州 去對付這個外星生命 對付這個火星人 然後過沒多久 就插播一則訊息 現在再插播一則訊息 剛才 美國派過去的那個軍隊 全軍覆覆 然後 現在這個外星人 正朝著 紐約市兒 一聽到這個 紐約市的聲音 欸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當時是非常紅的一個廣播公司 很多人都會守在那個地方 聽那個廣播劇 結果10月30號 紐約松一滴 聽到這樣的訊息之後 這時候 顧不得萬聖節了 每一個人第一個 聽到剛才廣播當中 有說他吐出那個氣 結果周圍的人聞到都昏倒了 所以每一個人 聽到廣播的人 就拿那個手帕 趕快去沾濕 烏住口鼻 就趕快往那個 門外衝 一往門外衝 不得了 每一個路上的人 都在重來重去 而且都拿那個 烏住口鼻 在那邊重來重去 結果那天晚上 真的紐約市 一大片不斷 結果後來 10月31號的 紐約時報 就看出說 昨天晚上 很多人比亞廣播公司 所播放的 是一個廣播劇 那其實 他這個廣播劇 在開播的時候 就已經前面有講說 以下是個廣播劇 但是很多人 是從中間開始聽的 根本沒有聽到前面那句 以下是個廣播劇 然後一聽就覺得 很害怕 然後呢 雖然紐約時報 已經做這樣的廣播了 可是你知道嗎 據報導 後來 那個什麼 紐約市的人 在一年當中 超過一年了 還是有人要去看 行李醫生 為什麼 因為真的嚇到 因為為什麼真的嚇到 1938年是什麼日子 那是什麼年份 1938 感覺是不是 借在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夕 在介於這兩個世界大戰之間 所有的人民都會覺得說 什麼風吹草動都有可能是正義 所以大家都嚇到了 嚇到了之後 反而另外有一個國家的人開心 有人開心啊 不是所有人開心 智利 有一家廣播公司看到之後 誒 這個效果超好的 我們也來學 然後他就把那個 當時在紐約的這個廣播劇 翻成拉丁文 然後呢 在智利的他們那個電台播出 結果一播出之後 效果完全一模一樣 前一天就一大堆人 這邊衝來衝去衝來衝去 結果後來隔天也是一樣 在報紙看出說 昨天呢 是一個廣播劇 結果呢 公告之後 對不起 這個電台沒有那麼行運 智利的一大堆人 去包圍這個電台 然後放火把這個電台給燒了 所以喔 真的 要做一些事情之後 請評估 請評估一下民族性 不是每一個民族 都像美國呢 那麼友善 就摸摸鼻子認命了 所以 但是你知道嗎 當時跟哥倫比亞 那個廣播公司那個 編那個 那個什麼 這一齣 火星人入侵地球事件的 這個導演 你知道嗎 23歲 23歲 23歲編這一句 其實它是從之前 有一個叫做 世界大戰的這一齣電影 然後重新改變成廣播劇 變成火星人入侵地球 23歲 它叫奧森維爾斯 奧森維爾斯 奧森維爾斯 所以它後來因為倒這一齣 廣播劇 就紅起來 就成了 所以真的 那個 各位 那個 有時候做事情 以它為 為健 稍微 先評估一下周圍的情勢 OK 那另外呢 水手四號拍回第一張火星的照片 上次那個 陳文平老師也有提到 我看我有沒有放這個照片 來 就是這個 這個 水手四號拍回第一批火星照片 然後另外到了一九七零年 即使到了一九七零年 海盜一號拍回的照片當中 其中一個就是這個 欸 欸 很像猴子或很像人的臉 欸 有人說很像猴子的臉 啊 據說網路上也有人覺得說 他還講耶穌的臉 然後有人就覺得話很好 蛤 猴子 耶穌怎麼化 沒有 他就是網路上的開玩笑 但是 有人認為說 當時那個海盜一號拍到這個猴子裡 會不會是這種猴子 突然抬頭往上看 然後拍下來 事實上真的 用頭腦想大概也可以想得出來 太空船不會那麼 沒有那麼接近那個火星的地表 在轉 怎麼可能照到這麼大的臉 他應該是很高的 OK 結果後來 那個什麼 再過幾年之後 我忘記是哪一個 哪一個計畫 真的能夠近距離拍攝 結果發覺是這樣子 近距離拍攝是這樣子 完全不像活的臉 結果後來 近距離發現 不是活的臉之後 很好玩 後來開始NASA 就有一些很好玩的人 就出了一些 說說 以後如果要到火星華山的話 你可以走哪一條步道 會比較快 走另外一條會比較東 如果是你的進行路線 是怎麼走 那會覺得 就出現了很多很好玩的版本 那這個是 比較進照的這個火星狀況 因為就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些 條紋狀的 就是剛才 提到就是那個 下巴爾尼 他今天光看到 他覺得他像是活到 OK 但是事實上 真的到現場去 他就是類似 像大俠虎一樣的情況 那 所以呢 大家都對找外星生命 其實會非常有趣 那你今天怎麼去找 找到一個 你完全不知道的 對象 一種就是 我 主動出去找他 一種就是 我坐在家裡 等他來找我 所以 分成兩個 起兒席 或者是 坐著等 那 坐著等比較快 我就講了 就是 班長講過的 設定計畫 但是這個設定計畫 等一下我們講 是要先從前面的開始 起兒席 首先第一個是 我們 我們也不用真的 飛出去 我們用 就像有些人 用散光燈號 這樣子去用 然後呢 他其實就是 接觸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阿雷希波 電波望遠鏡 就是這個 他實際是 315公尺 他是沿著 三世 而見的 所以他根本沒辦法 轉向 看這邊 轉向 看這邊 沒辦法 他只能靠中間的反射 因為就是這樣子 那個什麼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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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線電撥進來 反射到這裡 然後再 反射到這裡之後 再 收集過來 到裡面去 所以 他現在可以靠這個反射 本來我就 都在這裡 他靠那個反射 轉過來一點 就可以稍微偵測這邊的天空 轉過來這邊 就可以稍微偵測那邊 只有一個 但是 他還可以借什麼 地球的自轉 地球在自轉的時候 他就可以灑到那邊的天空 他就發射 這個群化上去 所以 他就是在那時候 發射了1679的 林宇一 那就是班長講的那個 林宇一 那就是班長講的那個 林宇一 OK 就是 當然我這邊也有放 看一下 當然就是這張 其實真正看到的應該是這樣子 林宇一 如果 直接翻譯了 他又知道 23 寸 73 他就可以 寫出這樣子 好 好 整潔一張符號 我們今天如果像 之前排 如果把它排得那麼漂亮 還稍微可以區分 還稍微可以區分出 一些東西 但是你這個 完全可以擺的 更不好認 有沒有 對不對 而且真的 外星人要知道 23乘73 你絕對不能用 73乘23 那排起來 會完全不對 好 然後還有外星人 一定要從第一個開始 如果不是第一個開始 又跟剛才那個 那個 廣播劇一樣 他從中間開始聽 然後 萬一 今天外星人一接到 他是從中間開始聽的 然後他編出來的馬 發覺說 我們要來攻擊 他火大 他說 那不是更慘嗎 所以真的 這種方式都是很奇怪的 但是沒辦法 以當時的科技 也只有這樣子 那今天呢 這個阿雷西波電波望遠鏡 他發射的訊號 是朝向 五仙座 有一個星團 叫S3 球狀星團 為什麼朝向他 就是因為 很多人認為說 球狀星團 的年齡 是比較長的 年齡比較大的話 那種星球年齡比較大的話 才比較有可能 周圍的行星 他的演化也比較長 比較有智慧 比較能夠產生 跟我們產生通訊 OK 所以呢 但是他今天朝向地球 今天M13球狀星團 距離地球多遠呢 兩萬五千光米 也就是呢 你今天打個光過去 就算這邊真的有生物 他是兩萬五千年之後 接收到 然後他接收到之後 我要回應一個訊息 回應 回應訊息過來 又在兩萬五千年 所以我們從1974年開始 算五萬年之後 我們來看看 有沒有接收到訊息 OK 所以這個 非常的渺茫 那 除了起而行之外 還有另外 就是剛剛講到的 1972年 先鋒10號 11號就是帶這個金屬盤 然後飛往金牛座的 綠袖 OK 但是呢 印象當中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金牛座的必修 好像距離五百光年 剛才我們講的那個 那個 十點三光年 大概都三萬年以上了 那你各位看 如果五百光年 要跑多遠 OK 那我上次有提過 這個金屬盤 承接這個設計這個金屬盤的 是那個 卡西格 但是他不會迷術 是由他太太 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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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琳達沙根 他太太所設計出來 OK 那我有講過嗎 卡西格他其實 各種的身高 所以他為了 他太太為了 要覺得說 讓男性有罪 設計一個琳達 比自己還高的 比那個 琳達沙根 這是琳達沙根的身高 比琳達沙根還高的身高 好 出去 那估計這個牌 當時也有設計說 這個牌 大概保存11年沒有問題 所以外星生命 拿到了之後 11年之內拿到 應該都不會亂掉 那另外呢 再來看 後來不是 剛才就是那個 班長有講到的 1977年的9月5號 這時候 跟8月20號 分別發送了 哈海加1號2號出去 那分別帶的 也類似像剛才的那個金屬盤 之外 那還有就是剛才那個唱片 那班長抓的那個聲音 是抓那個什麼 那個狗叫的聲音 那其實他有放65個國家的語 那我就抓 各位可能比較熟悉的語 給各位聽一下 來聽語 各位可以看他的評分 那我弄隨身體也可以 那我弄隨身體也可以 聽得出來嗎 hello from the children of planet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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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得出來他在講什麼 hello from the children of planet earth hello from the children of planet earth 就是從這個地球這個行星 出來的這個那個 那個 從小孩的聲音 OK 這是英語詞 那當然再來我們來抓的是日語 給各位聽一下 こんにちは おげきですか? 很清楚吧 聽得出來就講 你好嗎? 那個 健不健康 就是 おげんきですか? 你好嗎?或是你健康嗎? 好 這樣子 然後另外呢 還有 那個什麼? 吳語 其實我後來抓的兩個是跟我們中國的語言 會比較容易聽得懂的 好 來 吳語 前面那兩個聽不太出來 然後後面就大家好 OK 然後呢 接下來有一個是類似那個什麼? 晶片子那種感覺 但是我會覺得他講話真的聽起來怪怪的 講個言語啦 聽起來怪怪的 各位聽聽看 各位都好吧 我們都得想念你們 有空請到這兒來玩 各位都好吧 我們都得想念你們 有空請到這兒來玩 今天我們有沒有見過他 我們怎麼會想念他 這真是很奇怪的事情 然後 有空請到這兒來玩吧 欸 各位先想像 各位先 我問各位 剛才也聽班長講過了 假的 你希望 我先問一個問題 你希望 除了地球有生命之外 還有其他外星人存在的 希望的請舉手 欸 不錯喔 有這樣 二 四 六 七 七個人 好 那再問一個問題喔 那如果 這個外星人 你希望他有一天能夠造訪地球的 請舉手 還有一個人願意 但是喔 你希望他來造訪你